嗨,大家好,我是安迪 今天講中國5G資料出路 更明白為什麼美國要針對華為 5G作為下一個網絡時代的移動基礎服務 是各國必須要參與建設的 如果進入到5G時代 還有國家使用3G、4G網絡 這樣只會被時代和全球化趨勢拋棄 同樣,能夠迅速參與5G網絡建設的國家 也能夠在下一個網絡時代 來到之前佔據更大的優勢 例如中國,中國5G已經實現了商用化 並且建設的基站數量及發展的用戶數量 遠超世界各國 國內三大型運營商在2019年 拿到5G商用牌照 這樣,到現在中國5G網絡的建設情況又如何呢? 根據美國資料統計網站 最新消息可以知道 中國以341個城市的數量成為全球最大5G網絡使用國家 而美國只有270個城市可以使用5G網絡 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國 中國各大城市都建設了穩定的5G網絡服務 深圳很早就宣布進入5G時代 北京、上海城市也建立起大規模的5G獨立組網 至於機站的數量,截至5月底 中國建設的5G機站達到85萬個 位列世界第一位 美國去年,年底才建成5萬個機站 在那個時候 中國的5G機站達到70萬個左右 差距非常明顯 可以說美國在5G網絡建設領域 是遠遠落後於中國的 過去美國掌握了網絡時代的影響力甚遠 很多2G到4G的核心通訊技術 都是來源於美國 4G的互聯網時代 更是以美國為主導 大量的互聯網經濟 軍集中在美國 這樣亦是為何美國能取得互聯網 行業經濟股復發展的原因 但是到了5G 一切已經變了 風光無限的不再是美國 而是對於5G的網絡 特朗普曾經說過 不能輸掉這場5G競賽 但是結果呢 取得這場競賽的優勢 變成了中國 同時 中國的華為科技有限公司 掌握了全球領先的5G技術 最多的5G專利數量 最穩定的5G網絡服務 如果這間是美國的公司 那就真的前途無限不可限量了 美國本著非我族裏其心必義的觀點 開始展開一系列的打擊行動 還有人說華為被針對 是因為對方所說的網絡安全問題 其實對方的藉口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呢 曾眼說核話已經 見怪不怪了 從中國5G資料出路的結果來看 我們明白了 為何美國要針對華為 理由很簡單 一、因為華為太出色 二、因為華為動搖了對方5G市場的大蛋糕 三、因為木獸於林,風必吹之 5G可以實現數千億、數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 在5G時代背景下 人工智慧、自動駕駛、大資料、醫療、教育等等 行業的領域 都會實現旁派發展這樣的前景 沒有哪個國家是想錯過的 對比之下 中國5G已經抓住了機會了 中國已形成全球最大的5G網絡獨立組網 再打造5G網絡行業 而創新案例上也超過一萬個 反觀美國5G現在被警告著 全球移動通訊系統協會表示 如果不將6GHz作為授權頻譜 這樣對5G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6GHz只是尼米波 而6GHz屬於尼米波的中頻頻段 具有較好的訊號覆蓋率 以及有效降低5G建設成本 而美國使用的是豪米波 訊號覆蓋範圍下建設成本高 雖然有傳輸率優勢 但是不符合未來的5G時代需求 美國接著使用豪米波 現在是受到警告了 同時在5G機站的數量 用戶數量等方面都沒有太大的優勢 就是不知道5G時代到來的時候 美國又不知要應付了 中國5G現在的崛起 在運營商、通訊設備、供應商的努力下 中國5G已經走在世界的前沿 而美國表現出來的5G實力 與中國相比明顯是存在差距 事關未來的經濟建設行業部署 中國還會繼續投入更大的資源 另外,華為、中興、兩大通訊巨頭 也會積極參與全球5G時代報局 等到5G時代到來的時候 就能迎來徹底的崛起 今集談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及支持訂閱我的頻道 下集再見